男子计划挖第一道银行 却挖去了服装店 还在警察的建议下 开启了全国连锁的饼干王国 嗨 大家好 我是老娜 本期电影《业余小涛》 琳琅满目的货架前 男主若无其事地顺走了一盒巧克力 他想要妻子同意拿家里的钱 去租下一家披萨店 这盒偷来的巧克力会是很好的突破口 他是个一世无成的小老头了 第一次抢银行的时候就被抓了起来 但他总不甘心 想着总有一次能成功的 而这回他也不是想简简单单开家披萨店 而是想用他掩人耳目 挖岸道去隔壁银行 凭这三寸不烂之舌 男主最终说服了妻子 可就在夫妻俩带着钱过去时 却被告知店面已经被人租走了 男主不死心 带着一束花前去拜访 却意外发现 这个租店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当初的御友 男主喜不自身 将自己周密的想法 告诉了御友 御友觉得这主意不错 便同男主又找来几位合伙人 就这样 小店开张了 妻子在上面卖着自己做的饼干 男主他们则勤勤恳恳地在地下挖洞 由于方向和地形了解的不够详细 男主们状况百出 时常挖到水管 截然不同的是 楼上的小店却被妻子经营得有声有色 店里每天人满为患 妻子忙不过来 便让自己的表姐过来帮忙 这天表姐去地下试拿材料 却碰巧看见男主他们拿着器材 男主借口说是在设计 但他没想到的是 表姐转头就和一个警察顾客说了 好在警察没当回事 男主他们坚持不懈地挖着 终于地道挖通了 可由于方向没找对 他们非但没挖去银行 警察还循着他们的地道 一起来到了服装店 男主解释道这一切都是意外 说着说着 警察收起了枪 他表示自己刚刚不过开个玩笑 他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因为男主妻子的饼干店生意太好了 所以他建议 男主将其开成全国连锁 就这样一年后 男主成了当之无愧的饼干大王 警察成了饼干公司的副总裁 其他合伙人也在公司有着一席之地 与此同时 妻子也开始频繁举办艺术晚会 可由于品味和审美都有些欠缺 闹了不少笑话 套定思痛的妻子决定参加各种艺术熏套 不久他遇见了一位长相帅气的瓶酒老师 开始每天和他交流 送他昂贵的钻石烟盒 跟着他参加各种宴会 即便最后都是自己买单 也毫不在意 但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公司被会计贪污 现在已经破产 焦头烂额的妻子也找到老师 希望他能给自己提供帮助 可一知道男主妻子没钱了 老师便立马翻脸不认人 无数财富就这样沦为泡影 男主很不甘心 这天他再次计划 偷一位副太太的项链 可由于太过心急 最后竟把真项链 和自己带去的假项链弄混了 妻子很是自责 他觉得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自己的问题 男主耐心安慰他 并将项链拿给他看 端详片刻 妻子告诉男主 这是假的 影片的最后 妻子向男主展示了钻石烟盒 夫妻俩很是高兴 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现代童话 片中角色 恍惊夸张的心理和行为背后 实际上是导演 对着世间千千万万的 小人物的善意 生活 总能继续 电影结束 本期就到这里咯 我是老娜 关注吧 每天讲故事 给你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